漂亮的手提袋引人注目 但它却是来自被丢弃的包装袋 是由陈采燕亲手制作 要清洗一下 然后要剪出我们要的尺寸 过后要折 钉 钉了很多 收集好了 又要把它结合起来 完整一个袋子 总而一句就是要有耐心 结合其他志工的手作品 这些爱心手工袋即将在马六甲刺激易卖 可能我们庄团就在这里可以做这些 然后想到它是红宝的 可以再用 就这样子结合那个力量起来 就少成多 好了 然后马铃薯有加上那个皮一起去刨 因为它气无力会比较好 李惠芳同样发挥爱的能量 即使生活忙碌更要把握时间 做出一块块爱心手工造 是一个好事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然后他们每天讲 我有富贵手问题 都是在于我们用的清洁 去伤我们的身体 而且孩子才皮肤问题 所以就想就趁此机会 就是介绍给大家 用这种好的天然的东西 不利人家卖 用 因为这个好 守护健康爱大地 家庭主妇发挥力量 每一个成品都是满满的爱 戴安新闻 吕佳佳 钟建明 周一级 马来西亚报道 最后一天就趁热好 好 继续